DNA的构造 焦点66 DNA的构造 查加夫法则 1950年美国科学家查加夫分析许多不同物种DNA的四种含氮碱基含量比例 发现A和T所占的比例相近 而G和C的比例相近 也就是A大约等于T G大约等于C 而且任意物种DNA所含的飘零与密定总量的比例也相近 以及任意物种的DNA所含飘零与密定的总量比值接近1 由分析数据查加夫发现了DNA中含氮碱基组成的规则 后人称之为查加夫法则 而查加夫法则也暗示了DNA构造中 A可能与T配对 G可能与C配对 DNA的S射线绕色图 1952年英国女科学家富兰克林进行DNA构造的研究 过程中需先存化DNA 使DNA形成结晶 之后在S射线绕色 DNA的造色晶体 藉由X射线绕色图分析DNA的可能构造 富兰克林根据其所拍出的X射线绕色图 推论DNA阴尾螺旋结构 DNA分子构造模型的眼睛 佛格伯提出了单骨螺旋模型 推论寒氮碱基之间的距离为0.34个奈米 而碱基与寒氮去氧核糖之间的角度近乎垂直 古兰德和乔登在研究DNA的光学性质后 提出DNA因为不具分叉的线状聚合物 而且寒氮碱基之间的特定位置应具有清贱 包林与华生克里克都曾提出三股聚合肝酸链的DNA模型 但后续证明其将含氮碱基至于外围 磷酸基与去氧核糖至于中间的模型并不正确 富兰克林根据其所拍出的X射线绕色图 推论DNA阴尾螺旋构造 且清水性的磷酸基位于外侧 而输水性的含氮碱基则是位于内侧 美国的华生与伊国的克里克 自1951年开始进行DNA构造的解析 他们参考了查加夫法则和富兰克林的S射线绕色图 而在1953年推论出DNA的双骨螺旋构造模型 DNA是由去氧核糖和甘酸构成 去氧核糖和甘酸可形成聚核甘酸链 一条DNA是由两股平行的聚核甘酸链互相缠绕 形成螺旋状的构造 DNA去氧核糖核酸是一种核酸 由去氧核糖和甘酸所构成 去氧核糖和甘酸是由去氧核糖 氧核酸基与氧核酸基构成 氧核酸基包含了飘铃与密钉两类 飘铃包含了腺飘铃A 鸟粪飘铃G 胞密钉C 胸腺密钉T 构成DNA的核甘酸 是与氧核酸基与其相邻的核甘酸的五碳糖间结 聚合成为聚核甘酸链 去氧核糖与氧核酸基互相连接 形成了聚核甘酸链的骨架 DNA是由两股聚核甘酸链构成 两股聚核甘酸链互相平行 形成双螺旋构 双骨螺旋状 两股聚核甘酸链则是由氧核甘酸链 互相配对而连接 其配对方式为A与T配对 形成两个钦件 G与C配对形成三个钦件 称为碱基配对 简称碱基对 DNA双螺旋每一圈的距离为3.4个奈米 约含10对碱基 而两股核甘酸骨架之间的距离 则为2个奈米 DNA方向性由五碳糖决定 与含氮碱基连接的碳定义为第一个碳 依序编号 与磷酸基连接的碳为第五个碳 聚核甘酸链的一端为第五个碳 此端称为五碳端 另一端则是五碳糖的第三个碳 此端称为三碳端 构成DNA的两股聚核甘酸链互相平行且方向相反 DNA的外形 DNA外形为双骨螺旋 一条DNA是由两股平行的聚核甘酸链互相缠绕 形成螺旋状构造 目前已知生物体内DNA大多是以右旋形式存在 DNA的组成 DNA基本组成单元是去氧核糖核甘酸 DNA是由两股聚核甘酸链构成 每股核甘酸链都是以去氧核糖和磷酸基为骨架 以磷酸基与其相邻的核甘酸的去氧核糖见解 聚核成为聚核甘酸链 DNA的方向性 DNA的方向性是由五碳糖决定 与含氮氮碱基连接的碳定因为第一个碳 与磷酸基连接的碳为第五个碳 聚核甘酸链的一端为第五个碳 此端称为五碳端 另一端则为五碳糖的第三个碳 此端称为三碳端 构成DNA的两股聚核甘酸链 互相平行且方向相反 DNA的碱基配对 A与T之间可形成两个清界 G与C之间可形成三个清界 G与C之间可形成三个清界 G与C之间可形成三个清界